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题目就在影片中 这一题 你看 点进来 这里呢 我有 设定完成条件有没有 影片也可以设完成条件 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的那个什么 就是 假设影片10分钟 他看多少 要看完多少百分比才算过关 这样你了解意思 那 那 这里还很好玩 老师指定观看 对你也可以指定你要看哪一段 那 我有说 就是这个题目会在3分14秒之后出现 所以我待会就快转一下 我先快转一下 好 了解 右手边如果你觉得你暂时 不做笔记你可以先藏起来 好我就 快转到大概 3分10几秒 来 我们应该稍微看一下题目了 哪一个可以增加导电 整体模法 有没有看 题目跳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所以 如果 您是在台上要讲的人 假设你要给同学或就是同认看一张影片 你觉得说你要自己记住影片是哪边到第几分第几秒我要先停然后问同 问大家问题 这样是不是比较累 如果能够在这里面 时间到就自己跳出来 有没有比较简单 有吗 那请问一下 一个影片可以 出几题 你觉得 你觉得一个一段影片可以出几题 如果你想顺利走回家的话最好不要出过三题 超过三题 他会想 怎么那么烦 一直跳问题出来 其实你可以出问题啦 反正你要出多少你都可以 但是 一直跳出来人家会觉得很烦 对不对 所以不要出太多题 好那你就看 比如说我答错了 你按确定 不好意思 答错了 你可以是单选 你可以是复选 如果答对了你就可以继续 答对了 就可以继续看下去 这样了解了吗 像这种的测验 这样有没有比较有意思一点 那 另外一个呢 在这种 我们讲的这种 影片里还有个好处 你如果在影片里做笔记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是在 这里 六分多钟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笔记 那如果我这边好了 按确定 按确定 等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我的笔记上面有这个时间的记号 对不对 那 我现在因为我刚 到第六分我没有播 所以笔记是接下来讲 28秒那里 但是我现在 整个影片就已经播到第六分了 如果你想要说 我要看一下我当初为什么要写这个笔记 你就再按下去 有没有跳回28秒 影片要怎么做笔记 你应该不会自己 写说第几分第几秒我写的什么 第几分第几秒我写的什么吧 你只会一直写下去嘛 现在笔记有没有跟 你的那个影片结合在一起 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对不对 以后看影片 你可以从这边直接看到为什么你要 因为影片有时候 重点还是 只有几个吗 其他的不重要你就略过啊 对不对 那你就点到边就跳到那个重点的地方就好了 这样您了解意思 那他的笔记呢 你可以增加很多 比如说我在这边的时候 好你再增加 有没有这有第2个笔记又跑出来了 你可以像这样增加好多个笔记在里面 所以 这样是不是就比较方便 所以其实 这个是OneNote的一个特色 因为目前 我看 这种所谓翻转学习平台面 比较少有这一块 因为这个其实 事实上都可以做得到 都可以做得到 当然你的笔记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公开 就是说在OneNote里面你的笔记是属于你 你跟老师看得到就管理者看得到的 还是 你要公开给所有就是这个 群组 的同学都可以看的 可以自己选择 好 所以 影片题好不好玩 可以吗 跟 那个不一样 那我们从这边呢 从老师的角度 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这个 你看 有没有发现 影片题在这里 有注意到这个 跟这个图 不一样吧 知道为什么不一样吗 左边是他已经完成 这个 我们讲的就是 那个任务 对不对 右边这个 因为刚刚有说 要完成 百分之 看完百分之98 表示他在走路 还在 进行中 了解 已经有开始看了 但是怎么样 还没看完 那你滑过来 哦 你看看 马上就会发现 什么时候进来的 学习的45秒钟而已 有没有 片长22分钟 只学了45分钟 45秒钟 那 更好玩的是 我点进来给你看 这位同学不怎么认真 他跳着看 看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 刚刚这位同学是跳着看的呢 那你应该知道 考题的时候要考哪里了吧 跳到没看的地方嘛 哎呀 你看打开 有没有 他哪边看多久是都被发现了 这样下次要不要出影片题 要吗 很好考 答案都在影片中 但是呢 没有看影片的 很难过关 当然 如果他是属于像 那个面空大那一种 电视打开 眼睛看别的 或 做别的事情 心不在那里 这里看不出来 因为有的人是 电脑开了就 做别的事嘛 那就没办法 但是 反正你还是可以考他 重点是 你知道他跳着看 那你怎么知道他看哪里 你看 我游标来这里 我游标是不是在这里 按下去 影片就出来 这是三分四秒的地方 这是他有看的 这样有没有很过分 哈 这样其实 这样老师是不是知道更多 知道同学的情况 我们不是要派spy去他那边干嘛 但是重点是说 传统的教学里面 老师得不到这个资讯 所以就跟我一开始跟 问大家一样 你回去有没有预行 有的人点头 很大力 但是搞不好他是看前面而已 后面没看 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式 让师生之间的 资讯能够更加的沟通 无碍 所以这样子才能够把 整个班级 的一个 学习状况是不是掌握得更清楚 所以这个 就是one note好玩的地方 那你如果要看笔记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谁的 哪个笔记这边就做得很清楚 就做得很清楚 那我们现在都是看单一个而已 整班下来之后你就 发现说 原来 哪些同学比较认真 哪些不认真 哪些是整个班级可能都没有特别去注意到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在课堂上特别提出来 这样就可以加强我们整个学习效果 这样OK 好那我们再来看后面 这里 这边这边 这里其实有两 还有一个 one note也有所谓的一般大家比较常见的 就是这就跟一般学校一样 可以上传档案 上传档案来用的那一种 上传档案的 所以呢 如果说我点到这边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登录Google账号 登录Google账号 我这边已经有登录过了 所以呢 他可以从这边直接上传档案 传到老师指定的云端定点面 one note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 他并不是提供你多大的空间 而是他跟 Google的云端 整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他有很多的这些内容 包括您的教材 您的这个像这种交作业的 都是传到所谓的云端硬碟上 所以 看你的空间多大 空间 如果你没有 就是容量比较大的 你就可以让同学传比较大的档案上来 好那 而且呢这个传上来 不是占用同学的那个 Google账号的空间 是占用老师那边的 因为他传上来之后就给传到老师硬碟里面去了 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同学的档案删掉 老师那边就不见 因为他 传上来之后 拥有者就变成是老师 就变老师 所以我这边 做给您看一下 你看我这边按下去之后 他会要求我 要怎么样 登录Google账号 我先给您看一下 我允许一下 好有没有 那这边那我就 打入我的那个 现在登录完了之后 你有几种方法 你可以传一个档案 也可以 一次传多个档案 一次传多个档案也可以 比如说像我在这边我就从这里面去找 像刚刚里面好像 早上我们那个简报留在这里吗 在这边 有没有 这里有个简报我看一下大不大 18 我还是不要 上传这个 因为现在网路比较慢 我上传小一点的 好 假设这个 这样是一个我可以加入更多个 有没有 你可以加很多个或者拖到这边来都可以 好我就传上去了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传上去 好这很单纯的 那你传上去之后呢你自己也可以看哦 你可以看到你的 这个 档案内容 有没有 云端硬碟上能够预览的格式他都可以预览 包括什么 Office 对不对 Office的档案啊 影片啊 图片啊 NP3啊 都可以看 PDF也没有问题 那老师端会看到什么 我们看一下 老师端看到的就是知道有一个同学 作业传上来 好我们点进来 你看这里是不是也是一样 点下去 老师不用下载 是不是在上面就直接改了 一般各位如果 平常 你们要交那个报告的话 大部分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打包一下下载下载 个别打开看 这样不累吗 你的Office档案也可以在上面直接看啊 就是你不编辑嘛我就直接看 那是OK的 有没有转成Google文件没有关系哦 就可以在上面直接看 就可以在上面直接看 这样你了解意思吗 那万一 这位同学 太混了 有没有 你可以推荐 批改就在上面啊 我就在上面直接 告诉他 对不对不能拿这个交作业码 好我就存下来 我是不是退回去了 那么同学他这边呢 他就会看到 你来看一下这里 我这里重整一下 好你看 有没有发现他有个红色的被推荐 有没有 有红色的 其实 他同学本身自己也可以知道说他每个作业的什么 就是每个教材的那个 达成的情形 就是他也看得到 不会说看不到 那 因为你被推荐了 所以可以重新上传 有没有老师批改的回馈在这里 对不对 好你就可以重新从这边 再上传新的档案 然后比如说这次你就传 别的档案上来 换这个 上传 那 旧的档案呢 会留在上面 也就是说你绞交作为的历程是保留在上面 他就 不会说你看第1次交是这个第2次交是这个 那老师那边又会继续看到 又会继续看到 所以我重新整理一下 有没有交上来了 你就可以看 这是 第2次交第1次交的 然后呢自己打开 有没有2次交的内容都在里面了 大概了解那个意思 所以OneNote也有比较 传统的但是搭配云端的一个 服务我们就直接做这种退回 批阅的动作 如果这次好了我就打个勾 好OK 表示他已经过关了 就已经过关了 所以 一般我会像这样 让各位比较清楚知道说 其实 OneNote的测验大概有哪 哪些 我把它重整一下 这样 你大概了解意思了吗 OK 好 那么 这边呢我最后补充一个 因为其实 现在那个什么Google表单 也有推出一个极测极品的 服务知道吗 就是 以前是你送出之后 是 拥有者那边 他去看嘛 所以也是一个Excel的报表 可是现在呢 他有包含这种叫极测极品 所以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这个烤过的对不对 烤完了 直接送出 比如说你看这边这个没问题的 辣味对不对 请问 我怎么都烤这种题 胃不舒服可以吃哪些食物 稀饭可以吃吗 牛奶可以吃吗 这个可以吃吗 这个可以吃吗 稀饭真的可以吗 真的 好 就提交 有没有 有没有 这边从这边因为这是一个测验题 所以你可以直接查看分数 然后也可以 看其他的回应 如果你有公开的 分数 不好意思我查到的资料是稀饭是不行 所以这题也许 可能 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我看到的资料是不行 吃稀饭 因为水分比较多 所以 就是 胃酸 反而 会被稀释掉 消化会变得比较不好 要消化比较久 我得到的 找到的资料是这样子 所以一般 如果胃不舒服的时候 是吃 一般的白饭但是不要太硬的那一种 那会比较好 这样 有没有发现你看这边 有没有 这里 如果 答的 不是 我会选择 就是这边你可以给大家提示 就是说答对 是什么讯息 答错是什么讯息 那可以给他超连结 这样你了解意思吗 所以这个是 去年Google表单有新增的功能 所以即使 不是 OneNote 一样可以做 但是你有发现 我刚刚是把他放在哪里 也没有发现 我们的表单直接放在 OneNote的这个里面 也就是说因为 OneNote 基本上是跟 Google的云端是整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虽然是在那边做 也可以变成是 OneNote里面的其中一个题目 这样子 OK OK 感谢观看